你是叫王子晴 晴,是 和我一样啊 是啊,我是小王,您是大王 大王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子晴,比名王子卢 那住在这边呢 这是我第一次,first time 就是直播,可以非常非常的荣幸 可以访问到我们的前监察院院长 王建轩院长 那王院长呢,是我个人 是我子晴非常,就是内心从小到大的偶像 现在可以有幸坐在院长身边 然后采访院长是我此生当中 高光时刻莫大的光荣 那我这边有准备几个问题 也是会整网友们 还有就是网络上呢 比较讨论声量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好,院长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老王 他是小王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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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院长我们想要请教院长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 之前在五六年前有一个政检 他是一个在捷运上无差别杀人 那还有夜店的杀警案 还有这个府人大学 就是被奸杀之后呢 又被宣判无期徒刑 这些非常有高度争议性的社会案件呢 都一直没有执行死刑 那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社会都是 就是用于这一个所谓的两公约 那就没有去执行死刑 就是法令明明摆在那边 你必须要去执行的 但是用行政的手段去阻止他的一个 就是确定没有让受害者给一个公道 那您有对这个看法是如何呢 就是谈到这个费死 现在的世界各国呀 谈到费死 说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死刑等等 好像很进步的样子 但是我只要问各位观众朋友一个问题 如果那个受害的人 就是你的家 是你的儿子 是你的爸爸 是你的女儿 而且死状甚惨 你是什么感觉啊 你还说 哎呀不要让那个杀人犯啊 判死刑 继续让他活 最多判无期徒刑 让他住在这个监狱里面 我们纳税医务人呢 还努力的缴税 钱拿给他在那里吃 在那里住 给他穿 有病啊 带他去看 你会主张这样吗 举个例子来说 这种死刑犯的 他们犯的罪 如果把他摊出来 跟你讲 说是这样这样这样 你一定毛骨悚悚人 你一定会讲三四斤 去他的鬼 干掉他 你会毛骨悚悚人 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 那你真是化到双水 流泪满面 这种例子太多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有一个男孩子 跟一个女孩子恋爱 恋爱好几年了 后来那个女孩子不喜欢她 因为某种原因 就跟她要不来往了 原来不来往就要断绝关系了 后来这个男孩子就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然后就带了刀 一把还两把背刀的带去 跟她谈判 那个女孩子当然说 我们又告一段落 又讲些什么 哇她很气 她就拿出那个刀 就把她的那个女朋友啊 啪啪啪啪 杀了十几刀 非常残忍 到处刺头 就好像疯了一样 就这样刺 那女孩子就叫 叫到最后也没有力气 就都死掉了 这个时候 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在家 吓死了 不要这样啊 吓死了 杀完啊 那个女孩子 倒在地下没声音啊 她就要来杀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就跪到地下 求她 说不要再杀我了 又怎么样怎么样 求求你啊 好心啊 不要杀我 就这样子就求 鬼她的 拿了刀 人家跪到地上 啪啪啪啪 又是十几刀 她就要血流满地 然后还要跑到上面去 找她家里面还有人 还要这样弄 那这样子被抓到了以后 法院再判刺刑 发回根省 弄 弄了好多年 弄下来以后啊 最后说什么呢 最后说 她呀 好像有点后悔 这个还有造就的可能 她说 哎呀我当时是一时冲动啊 发昏了呀 我真的对不起她 只要说一点这样的话 法官啊 就可以把它调成不死了 就变成无期徒刑 理由就是呢 尚可造化 这个讲粗话 叫她叉的 是 如果是你 我有时候很生气 这种的法官这样判 我说 我很希望看到 那个女儿被杀死的 那个女儿的爸爸就是法官 是 看你在判的时候 你还能判得下去 说 汉有造就 判她无期徒刑吗 不可能是这样的 不可能 所以我要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 现在要被判死刑了 她的那个罪状啊 你要听起来以后 你一定会 叫叫叫叫 除非你不是人 你是人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非常群情激愤 这样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 我们一定让她离开 然后让她离开 判死刑 让很多其他的人 能够得到印象 小的不可以这样 这样我也会被判死刑 我要忍耐一下 我要怎么样 从前在这个火车上啊 有做坏事啊 一弄啊 火车上很多人会被烧死啊 怎么样 有个男孩子 他说什么 不要紧的 不要害怕 不会死的 在台湾不会死的 天哪 就是你想杀死多人 也是不会死的 很多年以前啊 是 有一个人 在那个卡拉OK 唱歌的卡拉OK 很流行的 是 卡拉OK里面很多人啊 在那里也唱 那个卡拉OK的老板嘛 就得罪了这一个男孩子 得罪他了 他很刺 妈的代 你敢得罪我 老子把你给烧掉 他就在卡拉OK的里面放火 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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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那个火在一个房间 他很多房间 在房间 一烧了以后啊 火很大 等那个烟冒出来 大家就觉得 哎呦 失火了不得了 不得了了以后 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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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下 所以大家就往楼上跑 往楼上跑是错误的 对 一直往楼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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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整个都烧的 楼上都烧的快 差不多都没有了 让救火的也来救 救救救救救救 火就救完了 一下子里面 死掉十几个 死掉十几个 烧死了 那么烧死的样子啊 不是像我们人死掉 这个样子啊 不是 烧干干的 面孔都认不出来耶 家属要 平起那的什么 假牙了 有什么戒指 哪个也有个特征 这个是我的女儿 这个是我的儿子 这什么东西 这样慢慢慢慢 才认出来 是亲人 我那个时候 好像是做立法委员 妈 所以我们就有去关心 看慰问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做 就是这一个大的房子 房子里面 这个地方 这一个就是我受害的家 这个地方就有 不是棺材啊 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什么人 尸体啊 就放在这个里头 就好像坐在里面 那个感觉 说一个人这么大 怎么在里面 他已经烧干了 烧干了 可能一百六十公分 一百八十公分 很大 那你不是像我们棺材的尸体 烧得干干 像猴子一样 就在这个里头 他有一个家属 他很生气 但是他心情也开始 平静下来 已经过了很多天了 很近 所以我就去 慰问他们看 他就说 王委员啊 好想啊 我给你看啊 我的儿子就在这里 哎哟 我还吓一跳啊 死尸就在那里 他就打开看 就是黑黑的 黑黑的 你看不住他面孔 就烧焦了吧 就这样也打开给我看 他说你看 好好的儿子 在念大学 在念这 前途 光明 就这样了 变得烧成炭一样的 那你气到啊 这个 结果弄下来 这种的人 这样说 我一时气氛好 我也不晓得 会烧死这么多人啊 对不起啊 我跟你磕头 哎 这也可以被原谅 各位观众朋友 你听我上面描写一点点 这样的例子 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 那我 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在那里说笑话 哦 哦 简单 发生在你身上 发生在你家 看看你什么的感觉 所以 我说这个死心 绝对不可以废 现在谈废死的这些人 常常都是外面的人 你知道吧 外面的人 比如说 我现在摸到你的衣服 这样 但是 你在里面 你晓得你那边痛 但是我看到还好啊 都是在外面说 哎呀我原谅他一下 都是这种心态 我有一次说 报纸有登记来 我是非常反对 废死的 所以 报纸的 我就讲这样的话 我说 希望啊 那个受害的人 就是法官的孩子 来 我讲这样的话 后来报纸的 说这个 王委员啊 在诅咒法官 我不是诅咒法官 我是诅咒法官 法官 他们也很辛苦 尊重这一 值得我们尊敬的 但是 讲刚刚这样的话的 我就说 如果那个烧死的 就是法官的儿子 那个法官真的判刑的话 他要再判得下去 说情有可原 免他一死 我就不相信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例子不是没有的 早年的时候 早年的时候 这例子很多 我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特别记得了 就是强暴妇女 强暴妇女 非常可恶 有一个法官啊 对于强暴妇女的案子 一律侵判 一律侵判啊 一颗法经 罚一点钱 罚一点钱就了事了 就回家了 天啊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 实色性也了 这个男人呢 看那个女孩子那么漂亮 裙子又短短的 哎呦 看到她性欲 马上就冲动了 那刚好这个路上啊 夜晚啊 不大有人 就把她 哇 抱着就 踢下去 然后 就要去 呃 强暴妇她 对 强暴妇她 强暴妇她以后 这个女孩子啊 要死要活 就觉得 我人生啊 只 受辱啊 我这个将来怎么活 一辈子的阴影 她一直想想想想想想 就活不下去耶 难过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法官他就说 这个男人啊 强暴妇女啊 是不好啦 不过呢 情有可原啊 实色性也 你难道不知道啊 他就是没有被男人强暴妇 就一颗罚金 回家了 没事 你知道吗 所以 哎 有一个男孩子 又有强暴 他们的那些人就知道啊 说 要看你碰到哪个法官啊 你要碰到那一个法官审 没一次一颗罚金啊 放在别的法官 天哪 不知道 所以我当时就对没计较 我说我希望 那个被强暴的女人 就是这个法官的女儿 哎 告诉你 果然发生这样的事 果真发生的 发生那样的事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被强暴 她的爸爸就是法官 哎 这个法官从前都被强暴犯 都是侵害的 都是侵害的 哎 然后她就 女儿被强暴以后 她很生气啊 但是那个女儿啊 就好像活不下去 人好像 缓缓糊糊糊啊 活不下去 痛苦不堪 过很久 她就晓得 这个妇女被强暴啊 不是像我们讲的 十色金颜 强暴一样就完了 不是的啊 原来是这样难过 这样的痛苦 看我的女儿 像发疯一样你知道吗 所以 以后 再碰到强暴犯 这个法官是 一律重判 一律重判 这就表示 她感觉到 强暴的痛苦了 是 忽然都在这说 风凉话 对 我觉得这个法官呢 真的是 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吗 根本就是一种报应 为什么呢 因为她轻判了别人 受伤害的女儿 因为她也是人生父母养啊 我自己身为女人 我很清楚哦 随便讲啦 就是当我就是 不小心被男生碰到 或在公车上啊 被就是性烧的时候啊 摸到屁股 我那时候一整天都很难过 甚至回 十年后回想起来 都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生的自主权 每个人生 不管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这一种一定是 有真 就是遭受亲身经历 你才会真正知道那样子的痛苦的时候 那已经太慢太来不及 所谓的法律是 站在前面 是道德的最后一个底线 但是法官 你务必要 让自己设身处地的为受害者着想 像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法令 都比较偏袒 所谓的犯罪犯罪者 为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一些诉讼坊上面都会觉得 我们要保护这个在不可以在犯罪确定的时候 要说他是被他是这个加害者 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什么什么名词 但是我们在电视前面我们在看的时候 都觉得这些人非常的可恶 而且有时候我们现在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 他的犯罪过程他们的犯罪行径 我们都可以透过监控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犯罪已经都已经确定了 法官就赶快速判 然后赶快去执行 这样可以在维护大部分善良百姓的安全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讲到这个费死 不是嘴巴这样讲讲 我这个人心中一辈子都是公平正义 我写过一本书叫公平正义何处寻 公平正义何处寻 像这个费死这个 那么这么犯罪厉害 人人都觉得可恶不得了 杀害很多人 我们居然说费死最多判无期徒刑 受害的人说天哪 还有没有天理啊 天哪 当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 都在呼天喊地天哪天哪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我的心中是一辈子来 都是充满了公平正义 我在写这个书 公平正义何处寻 中间写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做 所以费死 我曾经要去成立反费死联盟 反费死联盟 反对费死联盟 反对费死联盟 那么已经找了一些人来做这个委员 就是什么 后来我实在是太麻了 我在那个时候做监察院院长 我就找别的朋友说你来我都支持 一切都是我在支持 前人在写这个反费死联盟的组织啊怎么样 那后来有几个人就觉得太忙了 也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我也很忙就稍微摆下来了 我对费死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那样讲 不是心里面真的是这样 绝对反费死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好朋友 这次新党提名我做不分区的立委 第一名第一名 大家希望王委员啊 王建轩啊 还有一点小小的社会知名度啊 他来选立委啊 对新党不分区立委的选情啊 可能有小许的注意也不一定啊 那么因此我也就答应了 答应了 因为这个新党啊 大家没有太去注意 新党成立到现在三十年 三十年 我是创党的这个委员 所以当初这个新党啊 他就是要伸张正义 要两岸统一和平等等的这样 所以这是我愿意答应出来 做不分区的立委 不是说我王老先生还想到立法委员 我当立法委员在三十年前 新岛刚成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当立法委员 我在新台北市北区第一高票当选 我得的票比同区的陈水饼啊 现场这些民主党 民进党的大将 我都比他们票高很多 所以后来我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 被评为是立法委员里面 问证最好的第一名啊 小弟第一名 那两百多个委员呢 第一名 我就非常的努力来做这些东西 所以想费死这个东西 我告诉各位 这一次如果新党的得票 能够超过百分之五的话 就可能有两席三席 两席我排第一 我就会进作为立法委员 老子现在的年纪也大了 我的时间不会太多 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时间 一定弄一些东西 就讲今天的费死 我进去一定好好的直询法务部 为什么现在还有二三十个死刑犯 已经判死刑 这都是死刑犯 现在很难判一个死刑 就是他是在恶劣到几点判死刑 现在又找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理由啊 不去执行 让他在那里 还要在那里吃啊喝啊做啊 还要我们拉着一文人脚尖去养他 好像养爸爸妈妈妈一样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过 从前说我要选总统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马上要叫法务部 这些死刑犯 你给我一个月以内 全部给我毙掉 对不对 你有如果是三十个 对不对 一天布两个 十五年 全部把它枪毙完毕 而且我讲的东西 大家不一定赞成 我要发挥社会的效果 你枪毙两个人的时候 你要宣告 说明天执行死刑犯 执行是张三李四两个人 然后你告诉大家 张三犯了什么样的过错 写得清清楚楚 李四是怎么样 大家一看以后说 哎呦 哎呦 这样的人还活这么久啊 这个现在的王总统果然厉害 把他执行了 大家叫好叫好 另外那些坏蛋呢 就比较紧张 哎呦 现在犯罪的话 真的会死刑就干掉啊 一天两个 第二天再两个 又把他的罪状都写出来 你知道 现在那一个月啊 在我们的社会上 大家对死刑犯反废死 保证会增加更多的人反废死 你知道吧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努力要这样去做 不是光光这样讲一讲 现在的执政的人 好像他们都是大善人 哎呦 不要给他死啊 情有可原啊 怎么样 鬼扯蛋 杀掉的是 是你妈妈 是你儿子的话 看看你还要不要这样来做 我们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小费死 有人跟我讲啊 他说费死啊 这国际上啊 有这个费死的 反费死的联盟哦 反对费死哦 对不对 所以 你要小心啊 也这样哦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执政的 就要表示 嗯 我可以先进 世界上都反费死 所以我中华民国 我台湾我也要反费死 你看我们现在判死刑很少啊 判了死刑也不执行啊 你看我们的政府是多么先进 是 其实根本这不是先进 我刚刚讲了 公平正义何处行啊 在台湾没有公平正义了 这个费死这个东西 是要非常严肃的来执行这个 是 所以我刚刚讲 现在大家都不讲 如果这一次新党 我们能得票不分区的 达到5%以上 就有两个立委 我们还有分区的也有 两三个人参加 如果有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可以有五六席 我们就组织党团 那党团有些事就会 就叫法务部来报告 报告死刑执行的情况 你的政策是怎么样 那我就逼到他问 现在还有这二十几个 我可以挑出几个的罪状 恶劣问他 你对这些怎么办 你讲 我就让他好看 你知道吧 所以要这样子去做 我们台湾才能够 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地方 公平正义的地方 对这才是我们想要 安居乐业的社会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 王院长是我内心心中的王胜仁 是我心中的爷爷 不好意思我可以这样讲吗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真心觉得 就是我们的台湾一定要反对Face 因为Face只是一个媚蜀 因为我们真正判死刑的时候 那时候都已经在这个证据上面 都已经查得非常的清楚 甚至一根二根根审 然后都已经确定又在确定 那这些被害者 这些受害者的家属 我觉得媒体应该多报导他们 多关怀他们 多给他们一些关注 让社会大众知道说 这些受害者的家属 这些被只是单纯去唱个卡拉OK 然后生命就没了 被放火给烧死了 然后只是在家里面 作者然后就祸从天降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安居乐业 我们不希望我们家家户户外面 都是一层一层的房张 这多可怕 所以那些加害者 那些死刑的就是死刑犯 他们既然当时都已经给别人造成 这么严重的伤害 不只杀掉一条生命 甚至每一条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 难道没有人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吗 生命存在我们才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王院长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 就是请教这个院长 就是现在我们台湾 我们是很聪明的科技指导 但是另一方面 竟然出现了诈骗王国之称 就是台湾人出现 跑到整埔寨去诈骗台湾人 甚至跑去大陆去设立一些基地台 去诈骗大陆人 或者是在欧洲一些民不见经 保加利亚 就是一些 跟我们台湾没有邦交国 然后跑去那边 把一些台湾的一些年轻的小孩子 甚至在台湾也有当地 就是被虐死 就是用他的身份 然后用银堂卡 然后这个人用一用之后呢 就把这个人消失掉 就不见了 这诈骗的部分呢 能否请王院长 有我们朋友们 讲到这个诈骗啊 跟刚才废除死刑啊 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被骗的家财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但如果那个骗子 诈骗的人呢 好高兴 也抓不到 抓到了 判刑很低 你下去放走了 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呢 刚才你说这个王委员 王院长 他是这个 人家称他圣人 我要说明哦 这是误传 误传 现在世界上没有圣人的 只是说品德操守好一点 没有什么圣人 当初人家叫我圣人啊 误传 他讲这个圣人啊 是剩下来的人 所以各位 所以你是圣人 你剩下来 还有观众朋友 你们大家都是圣人 各位圣人 大家好 那我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 这个题外的话不计较 那主要讲 有的人说我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因为我讲到不公不义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也不敢讲 我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但是我这个血液里面 确实流了很多公平正义的 那种因子在 我看到不公不义的思维 我就讲 合一系了 合一系了 就是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在写书公平正义 合出去 我还写过很多其他的东西 里面也都讲到公平正义 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不管选什么人来执政 做总统 做立法委员 不要讲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这些当选的人 这些的政党 大家心中都一定要充满了公平正义 假如没有公平正义 你们就不要去选他 这种人心中连公平正义都没有 这种人不是人 跟小狗跟畜生一样 你知道吧 我想小狗举例不大对 很多的狗很有公平正义 很有爱心 所以这个连同在台湾 有不少的人 人不如狗 所以诈骗 我主张是重判 重判 一定要重判 我告诉你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的诈骗 我们台湾是诈骗王国 这个诈骗王国 诈骗的技术 非常高明 高党 高科技的 那么他们现在诈骗 绝大多数都不是在台湾诈骗 你以为好像在台湾诈骗 其实他在马来西亚 在柬埔塞 到哪个地方 他在那里设一个诈骗的站 他那些人都在那里 他利用电子的媒体 他就弄到台湾来 说你存款 不要存在那里 应该要怎么样 你以为那个人在台湾 他不在台湾 他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你要去抓他 很不容易抓到 所以现在呢 就是国际也配合起来 所以我们跟柬埔塞联合起来 抓到了以后 就把他遣送回来 那现在很多在国外的 抓到了以后 他们遣送 就遣送到大陆去 因为他跟大陆有外交关系 所以这是你们中国人 是吧 他不管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管 是中国人 遣送到大陆去 你告诉我 我们这个诈骗的犯人 被抓到以后 当然觉得倒霉 这样 他最怕遣送到大陆 他会拜托当地的国家的人 说拜托拜托 我是台湾人 你把我遣送到台湾 他不是拜托你不遣送我 遣送台湾 不要遣送大陆 为什么 他这样的罪行 他遣送到大陆 可能判二十年 到台湾判两个月 是真的是 所以他这样 拜托拜托 现在求你求你求你 帮我遣送台湾 台湾判刑太低了你知道吧 太低了 所以对于诈骗犯 是没有办法来加以防止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法律上的一些漏洞 还有法律的法官和执法的人 没有把这个事当做自己 如果是你的儿子 说你自己的爸爸 被人家骗了几千万 棺材本都骗光光了 那么你的爸爸姨父在那里要死的样子 你还会说诈骗简单小gass判两个月 你还会这么干吗 一定不会的 你不会这么干 所以我刚刚讲很多地方 讲的这个死刑啊 诈骗啊 都是我们一定要有身同感受 这个事如果发在我的身上 我是不是还要免他死刑 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不是这个诈骗法 我也主张判两个月 三个月就可以了 你会不会这样主张 所以我们常常是 倒霉困难在人家的身上 但是呢 不是在自己的 就绝对没有 到自己发生就完 像这个强暴 强奸女孩子 强暴 很有意思 有一次啊 这个女孩子被强暴 强暴的女孩子就大喊大叫 哎呀 救命啊 这样子 那个强暴犯人 当然一听他叫就也有点紧张啊 旁边 哎 有石头 他就拿这个石头 对着他打 对着他打 就这样啊 打到哪里 头部 手段 就一直打到他不叫为止 好了 后来被抓到了 抓到了以后啊 这个在判刑啊 在侦查这个东西 怎么说你知道吧 你听了一定会气死 他们跟这个女孩子讲啊 你被强暴 你看被打得这么残 变成残废了 那个时候 你何必要叫呢 天哪 如果你不叫的话 他也强暴得逞以后 他也就走了 那你不是 裤子穿穿回家就好了吗 对不对 他竟然还苛责被爱情 你现在就是大喊大叫 大喊大叫 有没有救了你呢 没有救你 是不是啊 结果你变成残废 你当时不叫就好了 叫妈那个屁 我被强暴了 妈叫都不可以叫啊 叫了以后 反正是我错误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这叫做王八蛋的社会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不可以变成王叉蛋 的这种社会 是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 生平工商阵营 所以我们要去支持 那个政府的官员 法院 都是要公平正义的 他老金 都是讲公平正义 何处行 我一定要在台湾 让台湾是个公平正义的保导 要这样 我们才有希望 现在要选举了 你们选总统选谁啊 又是选立法委员选谁啊 要选有公平正义的 这样的政党 这样的人 大家要注意这个 对没错 一定要选公平正义的政党 才可以真正的 让我们台湾的社会 安和乐利 我们必须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 希望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不会莫名其妙接来通电话 哎呀你的儿子在我这里 其实都是假的 或者是滑手机滑一滑 竟然是网路脸书的 这个一页式的诈骗广告 我觉得这一些的媒体平台业者 不管是脸书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群媒体也好 都必须要加强监管这一些 只要是被举报 这个网页是有诈骗 就不可以让他去上广告了 如果说你还是让这些诈骗分子呢 他要诈骗民众的钱财 你还让他去登广告 脸书广告或其他网页的广告的话 那你也不是这个就是加害者嘛 就是加害我们台湾人受到诈骗的加害者 所以我也呼吁这些网路平台业者 除了自身的这个监控之外 更是要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白花花的 几百万的这个广告费 跑到你面前 他其实都是诈骗来的广告费 然后他的产品也不是卖真的 就这样子还让他登广告 这样是非常非常不符合公平正义的 对 那另外一个 时间烫了吧 好 那我们呢 因为跟王院长呢 有约的这个访问谈的时间呢 非常荣幸 然后也跟院长讲了快要一个小时了 对 那尤其是院长 有机会 因为跟大家一小时 就必须把他讲一下一个半小时 那个观众朋友说 叫我什么东西 不守规矩 哈哈 就不行 我们讲多久 讲多久 受伤多久 对 我们有机会再谈 所以剩下这三十秒时间 各位好朋友 新党加油 支持新党 就是支持中华民国 就是支持台湾 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你自己 对 支持自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王院长 谢谢